中华武术 中华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丰富多彩的内容 以及渗透的中华文化的精湛理论 中华民族 把武术作为技技术 通过武术锻炼 掌握和提高防身自卫的技能 把武术作为健身术 通过武术锻炼 强健体魄遗受延连 还把武术作为修身术 通过武术锻炼 体悟武术的文化内涵 陶冶清操完善人格 在武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逐步形成了一百多个 研流有戏 潜礼明晰 风格独特 制成体系的权种 中国武术协会审定并兼制 出版的这套中华武藏 以收藏这些历史遗存的权种记忆 为目的 离求记录下这些权种 传承到当今的发展状况 展示出各全种流派传人中 较有代表性的技法技能和风格特点 以影视形式制成的这部中华武藏 以动态性直观性真实性 显示出它有别于文字性收藏的特点 这对探索传统武术 研究武术传统 传承武术记忆 分享习练武术的功能 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和广泛的社会价值 有关台积圈的动作 每一个人身材不同 神经类型不同 那么连出来的风格 也会有一点差异 这不是关键问题 关键在于 掌握和没有掌握它的运动规律 说笑没有说笑 运动当中的无差 运气的程度是关键 动作稍微有点差异 绳子拉掉一两个动作 都不是关键问题 传统的台积圈 从单边开始 别运受 这样子开始可以 如果你这样子开始也可以 没有限制 现在全世界推广 稍微有一点规范 所以每个元寿 不管新家和老家 都规范成从日理接受 动作的本身 每个慢动作 都可以变发迹 每个发迹的动作 在疲倦的时候 都可以不发迹 自然的第一原则 融化分三步 初连台积圈的时候 千万不要追求融化太多 是足以运动路线 受脚运行的趋向 逃入的准确 容易注意到这一点 第二步 动作易经熟练 寻求运动规律 缩小运动当中的无差 运动当中的无差越大 能起的流量就越弱 那么一边一边的连 缩小运动当中的无差 能起的流量就会加大 第二层 第二步 容易注意到 在缩小运动当中的无差 大到一起关通 当动作数连能够一起关通 动作的数连一起关通 可以说是不施而短 第三步 将就融化 连权是无人如有人 好像两个人在作战一样 余敌是有人如无人 好像 照应在长半坡 在草军的 瓦山湾大军里 撒进撒出好像进无人之境 那么开始学圈的时候 如果追求融化太多 身法干不上 必然是骨刺十倍 三步 第一步容易动作 第二步容易起的关通 当着两步达到不思而短 第三步容易融化 连权是无人如有人 现在我介绍一点 甚至太近去的融化 第二种运动性是 三天前后旋转 那么人扯面进攻的时候 可以坐过游览 正面同时进攻 那就要用胸腰折叠云化 三天前后旋转 可是呢 好像是对方这样的双手 同样的推过来 推 推 那么 那么这一来 我是用瓦瓦大 本身呢 三天后后旋转以后呢 它的重心呢 就用签搓 然后一带 对方呢 你不要扣 扣头贴上来 让一边去 挺好的 在这个手呢 在这个手 第二步呢 对去 那整个动作呢 连的手是这样 用的手呢 就变成这样了 等 还没这样 我手往这里一转呢 容易是这样 对方大过来一拳 大过一拳 大过一拳 对方这样说 大过一拳 本身不是去接这个拳 如果接不出去打上 本身多过拳风 这个 这个就是这样 多过拳风 大过来这 首先 再过一拳风 然后顺着过来 那么用法呢 可以拳 可以拳 可以高拳 再来 打过来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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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打过来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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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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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来,过一律,上一步,紧扣,紧扣。 一紧扣,我一松,我这一抬退,这么一个方法。 紧扣以后,蹬退,蹬对面对方采息, 一挡,蹬,要洗给人,回来挡步,蹬。 那么,登过以后,一上步,这边,蹬,这边呢,蹬。 这个手过去了,蹬,摆着图形。 反松后转的,反松后边转的,就是,蹬,尖,蹬,手。 当天海星,要用背,跟这背打,要用咒呢,咒打,这边呢,一样,一样。 拳打三节不节性,愿全景就贴身烤。 愿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要这个夹子? 夹子用这种方法寻找最佳位置。 数列以后呢,不要这个夹子。 如果大气夹来,你当你找夹子的时候,也要泡了, 好像进宫过来了,没有夹子。 这个夹子寻求最佳位置。 那么,怎么能够,快。 这样,不用这个夹子。 这个夹子要寻找最佳位置,寻一点方法。 全周,全一样的。 就从这里移动。 三刀紧,第一刀紧的当紧。 第一刀紧,第三刀紧,第三刀是胸肩。 往往,出学的时候,将就用法太多。 用一用,胸肩,拉掉了腰肩和当紧。 。 孤次,是不是? 什么叫当紧? 两腿交错,在那里,叫当紧。 腿上这个紧,这叫当紧。 腰上杀杀的动力, 这就是腰紧。 然后配上胸肩, 遇气。 什么叫运动当中的无差? 对,这叫乌叉 乌叉越大,能起流量越小 能起贯通肌肉,才能动力 推我 你看它推我,你这几条我都用你推 它虽然没有推动,它力量不小 对不对 再来,全部,这个就得起 再推我 用筋推,它有筋没筋呢 为啥没有筋呢,大家看为啥它没有筋呢 起不能够管通,这个肌肉产生不了动力 再用筋 用筋,用筋,用筋 这就是我们连拳,双下五叉 管通能起,能起传到肌肉,产生动力 要寻找这个运动规律 在哪个地方需要发筋,都可以随时爆发 来到五叉公司,唯有五云便五样 阴阳不偏称苗寿 苗寿云于台积,台积云化无用 遭着何处何处解 我也不是鞋又鞋 就像周身五处不是鞋 不是光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一样 啪这个地方一样 周身都长着鞋 怎么一个鞋,完发归一 一个运动归一 我单天动,直到那,就到这 直到后边,到后边,到后边 到前面,到前面 到左边,就是一个动 好像打枪一样,秒难打难 反思往左右切后,遭着那个部位 瞒的是肉筋,快的叫发筋 街上,可以发筋 皱上可以发筋,胸部可以发筋 反思关键地方都可以发筋 那么,不必一一介绍 那么,下边再介绍一个筋呢 这个,常常大家想不到的事情 他说这个,摆脚 那自己打自己的脚干什么啊 你不要 那自己打自己的脚怎么用啊 他进来 抓住我肩膀 两个手 摔脚,上脱 看到啊 啪,啪 这就摆脚 摆脚 摆脚 上来 如果你摆我的脚 你摆我的脚 看到啊 摆脚 一样的脚 比如说,直臂和直臂干什么 放手,你进去 爬 准备到这里 如果是对方 摆脚 你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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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一样的脚 看着啊 一样的,有劲 好,大 下去了啊 看着,大致 我怎么扁呢 有劲啊 我一扁 再一扁,大致 再一扁,大致 大致力三十八十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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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扁,就下 有劲啊 勤啊 这样子,普通的勤啊 好 拿着,对不对 那么咱们单叠 斜行 就专门借出这个勤啊 拿我 一扁 一扁 拿着 怎么拿呢 你看 这个瘦呢 一叠 叠过来 叠的是这样 可以看一摸 看 看 是不是够手啊 看 得下来呢 那么,如果拿你 拿着手腕 没有拿着单叠 把那手腕动 比方我拿你 接他了解他呗 不能够接他 为什么不能弄呢 把这个地方放松 你单叠 哎 哎 再看 再看 有点 再看 那里 很 接近啊 在这里 那比方 通常拿刀 吃过来 吃过来 好像一刀 吃过来 踏 通常是这样的 那么 比方 我来踏 摔 摔 你摔 摔过来 它动得很高 就这样转了 哼 你被摔 每一次台卷 都在这儿 蹬 但是汗子不蹬 每一次筋部 都包含着发筋 但是不发 比方说是 十九时 海军下车 十九时 我们连的时候 十九时 这么柔和啊 我们连着这么柔和啊 里头的容易 是这样的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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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练的时候是这样走 慢慢走 手了起起 管通 管通 有什么 就变成了 我介绍两个东西 一个是真脚 一个是基地锤 有许多人以为真脚 是躲别人的脚面 你要看别人的脚面 这是躲 怕有钱不打过来了吗 好 刚刚有人说 基地锤 别出去是打对方脚面 上大爷后下大爷做了两套兵 忠心 上币下爷接风爷 那后一级要人会 我来打对方的脚面 把自己脑面丢给人家了 那么这个是非常无解的 到底这真脚的干什么用 真脚就是脚上发劝 好像脚上大一圈一样 什么世界运 大脚的 啪 对方 裂紧摔到对方 对方当你脚面 找摇海的地方脚 不是凑着人家脚面 多脚面 那么鸡皮吹 为什么这样大了 大底下干什么的 这世界的 啪 对方摔到以后 在你面前 啪 不用再上进 真脚了 那上进才又爬起来 那就是得摔在 啪 摔到地上 啪 不一脚 真不可以用 所以我记得有人介绍说 这样去大对方脚面 或者偷装一下 这个血润无际 特别是 这个是多脚面 全面 就躲上一下也不要紧 好 就顾着两点 禅室老驾 禅室太极老驾是 喜禅家沟 禅室第十四世祖 禅常兴所创 他在陈王亭创编的太极拳五路 炮锤一路 一百零八式长拳一路的基础上 由博规约编排成 现在流行的老驾一路二路 一路拳以柔为主 柔中有刚 刚中有柔 驾驶舒展大方 步估步伐清零稳健 身法中正自然 内静同领全身 以蝉思静为核心 动作以腰为主 解解贯穿 移动则周生无有不动 移静百合皆静 运动如行云流水绵绵不断 发尽时 松火坛斗完整一气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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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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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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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